我失业了闷闷不乐 有一位关注了我很久的小姐姐 约我一起去逛三姆超市 反正也没事干 那就去见见市面吧 这是什么地方 第一次来不 现在已经到三姆超市了 等我朋友过来 等了一会儿小姐姐就到了 哇三姆进来的好大呀 特别的宽敞明亮 进到二楼需要会员才能见 小姐姐是会员 她可以带我进去 一进来就看见各种各样的家电 露营装备 这里的东西不仅是摆设 还能体验他们的功能 让我不花钱也能去把玩 也能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东西 走让我们都看看里面的卖什么吧 二楼大部分都是生活用品区 小姐姐说大部分家庭来到三姆超市 都是囤货形式过来的 因为这里的分量都是比较大的 要么一周来一次或者一个月来一次 比较适合上班族不方便 买菜有囤菜需求的 我以后看见一个三件套要四千多两千多 他贵了他贵了 我们现在从二楼下去了 一楼最快区域是网上最火的 主要是生鲜食品水果等 副食区域 多不及待的想看一下网上很火的 这个马蜀很多人都说很好吃 看一下价格29 还有这个炸鸡39块钱 但是他比外面那鸡炸鸡大很多耶 沙姆里面的东西很多的是可以试吃的 你还别说虽然周卖者有点贵 但是味道确实不错 看到这边在简有排放了一下可以试吃 你还别说虽然只有一小块 但是味道真的绝 沙姆实在是太大的 看了我野花嘹亮 冰冻区真的冷死了 里面的蔬菜也是很新鲜的 还有牛奶果之类的 也在冰冻区里面分量大 感觉价格也能接受 小姐姐还问了销售员说最近有榴莲托曼尼 439元一箱得5个 重量在14星左右 竞产还是蛮划算的 小姐姐今天想买一个榴莲来吃的 但是我们现在来找到没货了 下次有货人想买的话可以一起空个单 这样就便宜了 所以没有了现在 嗯 买不了了 放了一圈下来 我感觉这里面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还是蛮贵的 反正我目前的经济能力消费不起 小姐姐现在就在附近经常逛山姆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了解的 或者有什么想买的 他有时间的话他就可以帮忙 离开沙姆了 今天在沙姆里面就感觉像是龙博镜窗一样 不过也见了四面不往此前 现在才下午 小姐就带我去另一个地方打开 你们猜我们会去哪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